土耳其西北部一个仿效迪斯尼城堡的大型房屋项目 由于发展商破产被迫停工 700多栋未竣工的豪华欧式别墅沦为荒屋 阴森森的宛如幽灵小镇 在全员星期五聚在一起表决通过 让开发商继续完成工程 昔日的奇迹童话有望在线 距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0公里外的木杜尔努小镇 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密密麻麻的耸立着一座座城堡式别墅 但往前靠近一看 这里竟然毫无人烟 放眼望去竟然是一大片的荒芜 原来这是土耳其一个大型发展商 在五年前启动耗资2亿美元的巴巴斯塔造证计划 当时发展商计划成建732栋仿迪斯尼城堡的欧式别墅 吸引阿拉伯土豪前来制产 没想到城堡才盖到一半 土耳其就发生政治动荡 之后又遭遇里拉大幅贬值 再加上近年来油价走低 许多付了定金的阿拉伯富豪直接违约撤资 负债累累的发展商宣布破产 城堡也不得不停建 名副其实同化幻灭 在停工一年后 债权人星期五在法院监督下召开会议 投票表决使用发展商公司的资产和资本 继续完成建设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买主都对这个决定感到满意 代表了70名科威特买主的律师指出 发展商背信在先 他的客户已经失去了信心 对城堡项目最终能够完成 不抱希望